麗菁,舞火龍活動是否快就開始了? 沒錯,王考,舞火龍大概在八點鐘左右就會正式開始 而一個小時之前,未插香的草籠就來到蓮花宮這裡 做點火,做點蒸,拜神和開綱的儀式 而他們已經浩浩蕩蕩去到喜龍點,安樹比佳 插香和準備喜龍 今晚就會在大坑裡巡遊一個多小時 而中秋節一連三晚也會有舞火龍的儀式 在這裡的報導是這麼多,先加分給兩位 謝謝 待會看完舞火龍,還可以走到維園那邊看花燈 而問記,多不多人來到維園這裡看花燈和賞月呢? 其實在維園這裡人流不算太多 不過不少市民都專程來到這裡 迎下節,像我一樣,買個燈籠來到這裡玩一下 最重要就是這裡有很多大型的花燈可以看 看見不少市民都是一家大小來到這裡 也有些是一雙一對 更加有些是攝影的發燒友 帶了腳架來到這裡打算拍張,漂亮的照片 在身後面這裡 就是這次最受歡迎的花燈 主題叫做易經 看不明白也不要緊 因為不少市民來到這裡都是打算霸佔個好位 在花燈面前拍張漂亮的照片 這裡的報導暫時是這麼多 先交給新聞中心 謝謝